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宣布投入2020总统大选 他说这是他的终局之战 期待扮演独孤求败的角色 宋楚瑜也说9月17号才动念参选 原因就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不选总统 而记者会现场包括了宋楚瑜在2000年的搭档 张昭雄等人都到场 另外宋楚瑜也公布了他的副手 有广告教母支撑的余香 还有媒体人余美人加入发言人的团队 都成为亮点 宋楚瑜正面高呼宣布自己将第五度参加总统大选 77岁的宋楚瑜从出江湖在这场记者会上 吸引超过20家的媒体到场 一字排开超大阵仗 而来賓当中也很有亮点 包括了2000年搭档参选的张昭雄 另外郭本发言人蔡庆瑜 刘又彤也到场祝福 而虽然郭台铭柯问哲人没到 但也有送花篮致意 宋楚瑜再度挑战总统大选 找来了广告教母徐香来搭档 另外宇美人也加入亲民党发言人行列 成为亮点 保持自由民主的制度 来发展经济 郭董 你的心声 我也帮你今天讲出来了 我追随台湾乡亲都非常 肯定和推崇的 蒋经国先生 我得到他们两位的真传 宋楚瑜这张经国牌 却让国民党不以为然 就在记者会当下发出新闻稿 直指宋楚瑜秩许为蒋经国的追随者 若以小私害搭工让蔡英文连任 百年之后如何建蒋经国 蓝营把话说得很重 也等于是向宋正营划情界限 没有那一个人 可以挑战宋楚瑜对这件事情的坚持和立场 对国民党新闻稿听得出来 宋楚瑜很不开心 第五度参选的他 保健再度出效 目标抢攻政党票 打破蓝绿扮演关键手术 当时新闻A小组王伟成罗旺哲 在台北报道